早上有一個團隊台中出發的錄影團 攏中十八人去新的司馬庫斯看營灰 不過只能自己對台中買來 收拼到跟飯店了後 有十三人留守出現逃逃到老 我們像是不中途的狀況 新的官的消防局接著通報了後 是趕緊來協助跟十一的人送便宜 台中企業實安處也有電開對手 身體不鬆開的環節 既在路邊有的錶增加通口 有的甚至倒在路人連驚路都沒辦法 救護車接著通報後趕緊來救完 不過環節人數實在太多 連急進食都沒用不來 這點來自台中的路客 好像在前往新的路由的過程當中 發生是不中毒 這點來自台中的路徑團 都總有十八的人 離過了他去新的 尋找的Sumacus看營灰 不過阿波 所略俗發生早伯的狀況 其中十一的人狀況 很嚴重 在救護車就醫治療 新的官衛生局對早 發生路徑團早當時吃 熟飯糕 中午當時吃糯米的飯 都是在台中主門的 那我的研判就是說 因為昨天天氣熱 那海苔捲飯裡面 有抹那個沙拉醬 那可能是天氣炎熱 那沙拉醬變質所引起的 台中市食安處理 未來去提供 早餐和中島餐的 兩個店頭客家 發生有部分欠店 已經要求夾車 今天開始 渣停足夾 一直到改成完成 部分食材未覆蓋 與未離地放置 牆面髒污等缺失 另飯捲業者現場器具 未保持清潔 部分食材無效期標示 台中市食安處 已經參與喪嚴 報告上近兩禮拜 後就會出來 如果檢查到病院困 會照食安法上當發兩億 如果跟人體檢查到 也是一樣的病院困 也會照食安法第四十九條 上市發政班 記者 中學報道